空軍現在在搜救 說發現有兩大片殘骸 上面有國徽 那說他有可能是昏迷失能 主要就是這個激勵 就是這個地心引力激勵 幾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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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個人承受也不太一樣對不對 訓練久了以後 承受得比較大 我記得我在美國念研究所的時候 老師曾經出了一個力學的題目 就設計那種雲霄飛車 然後給你激 給你NASA的機 給我們NASA就是說 這個太空洞的時候 告訴你人可以承受多少個機 你就設計 到臨界讓你 就Kinetics就是那個機械動力學 學這些東西 那就是機 到底這個機影響有多大 這個機對每一個人 在座的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不太一樣 那基本的我要飛F16 要飛Mirage 要飛IDF 我們要去做離心機 離心機你就要承受九個機 當然他不是一開始就九個機 一直轉 慢慢加速 那他的那個離心機的profile 是你坐在裡面 他每十秒鐘增加一個機 你抗機一不充氣 九秒就到了九級 沒有十秒鐘 九十秒 一分半就到了 九十秒就到九級了 但是你要到七點五個機以上 你才合格 什麼意思呢 你如果在七點五個機以上 就把它放掉了 以下放掉了 等一下再重做 那能通過的人有多少 或通不過有多少 只要飛F16都通過 我懂 會淘汰掉多少 一般來講不多 一般來講都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跟 這個有一些航迷在討論的 他們今天拿了一個片子來 然後他的標題是 Snowing Pilot 為什麼呢 這個飛行員看起來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帶機 然後帶到八個機的時候 他就打呼了 然後他醒來了說 你睡著了嗎 他說沒有啊 我全程都有聽到啊 然後用這種 有點戲虐開玩笑的方式 照了這個影片 那來證明說 這個人應該是大機 那第一個 我要通過這個 這個離心機的考驗的時候 我有這個profile 就抗肌衣不充氣的情況下 我要達到七點五個機以上 我才合格 那在叫犯上面 在我們的航空生理上面 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叫做抗肌動作 Anti-Gestransmanual 什麼意思呢 我要大口快速的換氣 用那個憋氣的方式 把血液把它打到頭頂 大家也知道 我如果彎下來 我要搬一個東西 很用力的時候 我可以把那個血液集中在頭頂 為什麼呢 帶大機的時候 把血液往下壓了 所以很容易 它造成它失去這個知覺 那多大的機力 這個飛機 如果他們還 我已經退伍九年了 那如果它還是按照原先的規定做 它的對地 它在起飛了以後 兩架飛機集合在一起 它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做G-check 什麼叫做G-check 叫做G-1-up energy awareness 我在對地的話 就是兩個90度轉彎 每一個轉彎 第一個是四到五個機 第二個是五到六個機 要幹什麼 要檢查看我今天的狀況 適不適合帶機 那做完了以後 它有一個程序 掌機會跟掌機看到二號機 掌機會說 2 1 visual and good 2要回答 2 visual and good 如果不行的話 就它要跟掌機講 說我今天狀況好像不太好 如果飛對空的話是180度 這個機力也會再提高 那我今天知道 今天狀況不太好 我要有一個 心裡要有一個譜 就是說我等一下待機待小一點 或者是 我要跟它講不飛了 那這個東西做完了才 不飛會不會扣分 會不會扣分 那就算無效價次 那你老是飛無效價次 就被檢討 所以它會不會勉強 明明不行還不講 勉強勉強的絕對會 絕對會 但是我們做的這些非安教育 如果說你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 我們講那個 那個是要對自己負責任的 那它進入靶場了以後 它要沖廠 然後做五個機的脫離轉彎 它已經做了 這是第三個航線了 所以你說大機昏迷嗎 沒有這個機會 再者它是發生在 它要導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機力多少 不會超過三個機 拉起來的時候比較高 對不對 下去是第一 可是它在導入的時候發生的 它不是拉起來的時候發生的 如果拉起來發生 然後飛機就這樣 就飛走 那有可能 那再來 大機昏迷它有幾個 大機什麼叫大機 有幾個 有幾個定義 需要到達的條件 第一個是突然來的大機 那這個大機是什麼 跟每個人身體狀況不一樣 第二個是持續性的激勵 你要達到這個 我們看它轉這一個 兩個都沒有達成 兩個目標都沒有達成 是不是有其他的狀況 或許有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我們用大機說 這個人已經昏迷了 所以它造成這個飛機這樣下去 我覺得這個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